那么其实在刚才讲这东西之后 你就知道 其实每一个企业 每一个卖东西的人 不管他是一个集体 还是一个个人 其实现在都面临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说外面的可看到的东西太多了 竞争的对象也太多了 因为它不分时间空间的这个约束 也就是说当你成为一个生产者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 每个人都会穿透时间空间来跟你竞争 这时候所以每个压力都非常之大 然后你会发现 公司里面出现什么情况 第一个就是员工快速跳槽 其实在十年前 我那时候在中关村 我看到一个数字 他说中关村这个企业 创新企业大概的说明是2.5年 2.5年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当你想终于一家企业的时候 你发现三年过后 你想找老板都找不着了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跟企业忠诚呢 那么这个问题 所以当你发现职员快速跳槽的时候 有可能是这个环境在变化 就这个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了 老板不务正业 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 就是说你到一个公司去之后 老板告诉你 我今天在做什么 他还能说一个东西出来 结果你一入职之后 你发现从第二天开始 这公司不干这个了 他换了一样事在干 就是说基本上是什么 那个中小企业就是说 什么挣钱就干什么 这是我们碰到的第二个一个特征 第三个你发现 每一天都在变化 就是说你连这个身边的同事还没有熟悉呢 你发现新的人已经进来了 比如我原来在互联网公司里面 我发现一年半以后 我再去领工作条的时候 我已经是老员工了 因为什么 公司因为人多 他发那个工作条的时候 他还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在前面领 一部分在后面领 我开始一年半 我是在新员工那个里面领 后来过了一年半之后 我发现要到第二排去领 因为已经是老员工了 那意味着什么 一年半已经有50%的人已经走了 这都是大互联网公司的情况 我们都是讲 一个企业要做大 要有初心 那初心是什么 是说你开始坚持做什么 你要一直坚持做什么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 是企业做不到这一些 企业行业的边界没有了 那这个表现在哪 比如说以前我们知道 在我们小时候 或者在父母那一代 做电话的 永远不会跟做电视的人 需要坐在一起去交流 他们也不会打架 因为它是两个行业 做的是两个东西 它卖东西的时候 这辈子不发生任何交集 是没有问题的 但现在是这样 我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我都不用算很长时间 过去的一个月里 我参加了一番 比如说互联网金融的会 互联网金融的会 我碰到什么样的人 有银行界的 有搞基金的 有搞矿山的 有搞软件开发的 你就发现 几乎市农工商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了 那么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意味着什么 以前这些人是不用到一起的 现在他们都要到一起来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企业的边界和行业的边界被突破了 互联网突破时空的时候 其实也在破坏一些那种有意义的结构 那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企业现在是这样 就以前企业产生价值 你会发现 一个传统公司里面 这个企业产生的价值 有95% 是产生于企业内部 但不算销售 销售是销售产品 就产品这个东西的价值 是95% 是在企业内部产生的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一个企业里 可能有8% 90%的这个价值产生 是发生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合作的时候 那么这一切都在变化 这意味着什么 互联网时代到来 它把时间空间结构突破之后 其实人跟人之间 组成的生产方式 不再是传统工业时代那种固定的公司 它的边界不那么固定之后 其实越来越趁向于一个什么 叫弱组织结构 这个弱组织结构 它是有组织的 但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 可能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 那么时间空间没有边界 实际上它也意味着没有支撑感 其实有很多非常奇怪的事 比如说买东西 我是一个网购的深度用户 虽然我是70后 可能但是我在网上 我小东西 比如买咖啡 大东西到什么 到汽车的轱辘 我都在网上买 但是我几乎没有一次 我说几乎没有一次 就是也有可能会有那么一次两次 但这个次数绝对是很少的 我是因为在另外一个公司买了这个 所以我下去去买的 就我没有因为我在一个老主顾那里买过东西 所以才决定下一次去买 这个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在以前我在地面的时候 我感觉是进一家商店实际上是要有门槛的 比如我觉得这家商店 我从来没有进去的时候 其实我会觉得 这家商店东西是不是会很贵 那我又不好意思跟人家说 因为我一旦跟人家一讨价还价 我就觉得我就变得很low了 对吧 我就不好意思 所以我最好的方法就是 如果不知道这个价格我能接受的话 我干脆就不去了 所以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你在地面上活动的范围又是有规律的 所以真正能进入你事业 能够促成生意的那个商店实际上数量是非常有限 所以你会发现你经常重复购买 但在互联网上你永远有一个想法 我一定要买最合适的东西 你应该搜东西虽然绝对的时间很长 但你感觉的时候 叫我搜一下就可以了吗 我就省几块钱 所以每一次去在网上买东西 你都是以搜索搜东西比价开始 然后做到的 所以你发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你的自由就会导致商家没有任何支撑点 他支撑不了他的客户 那么刚才说这个情况 就导致商务里的第三净率失效 商务有三条净率 第一条是什么 叫做入口率 入口 就是说有多少用户到了 看到了 第二个叫转化 就看到人有多少人买了 第三条是什么 买了人有多少人回来了 这三条净率前两条好像还勉强还可以 但第三条受到的冲击是直接来说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你要知道传统的生意 靠的都是回头客 对吧 因为拓展客户的成本是很高的 我在一一年的时候 当时做团购网站人跟我聊的时候 当时就跟我介绍了一下 他说在北京市这样一个城市里面 发展一个新的餐饮客户的成本 大概是八十块钱 平均来看是八十块钱 也就是说一个商店要发展一个新的客户进来 他要花八十块钱 所以你跟团购网站跟这个商店去谈的时候 比如打那个优惠 他至少他可以跟你让利 比如这一单子 假如成本是一百块 实际上他可以多少钱 以二十块钱给你 因为他拓展一个新客户要八十块钱 那他如果把你这个当成广告的话 他都给你 其实他如果拓展一个新客户 他是合适的 所以只要是二十块钱以上 商家都会给你 这就导致我们团购网站 为什么一下子瞬间有那么大的爆发力 因为他把这个钱转移过来了 但现在问题是 他之所以以便宜的方式卖给你 因为他寄希望于你来了一次之后 你还会重复购买的 但事实上 咱们买过团购票的人都知道 尤其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你去了一次之后 你开个车花了一个小时去 吃了一顿烤羊排 便宜了一百多 你说你下一次还会开车过去 去吃一个全价的吗 肯定不会啊 所以当第三金率失效的时候 其实意味着开始的推广 所有的推广方案都被推翻了 但是传统的工业是分工的 做推广的人 他根本不关心最后 这个公司到底挣不挣钱 他只要老板觉得 你看这一个星期又做了一百单推广 下个月又做了一百单推广 所以他的工资涨金一分钱都不少 但是后面的人就完了 后面做店面利润的人就发现 你越推我越不挣钱 越推我越不挣钱 但是传统规则就这样的 那老板就说 你看看你做推销的这几个哥们就非常好 把公司这个推广推广那么好 你们几个管店面的怎么这么差呀 他可能就会这样对吧 所以呢 当商务第三金率失效的时候 以前我们传统的很多生意可能都在变化 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看 刚才提到那个稀缺经济 亚当斯密以来 所有的经济学都建立在稀缺经济学之上 稀缺经济学叫什么 叫经济人假设 他说任何一个人 他实际上他在清醒的时候 他都倾向于花更少的钱 去买一个更好更多的东西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如果人做出这种判断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第二个东西这是稀缺的 有用如果不稀缺也不行啊 比如空气有用 但不稀缺 没有一个人家里去囤空气吧 另外一个呢 因为稀缺 所以按照物理这个理解 比如说一个浓度高的东西 它总是会自动扩散到浓度低的里面去 所以你只要加力量 它就会从浓度高往低的地方扩散 所以当你稀缺的时候 你发现各公司都在干什么 销售 推广 都在干这个事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东西稀缺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本 因为生产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要成本的 那么刚才讲了 微软这个Windows拷贝之后 它破坏了这个成本规律 因为它成本是不需要的 那不需要的成本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东西可以无限的生产 我们在小时候学共产主义就说了 说进入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 但事实上我们今天我们发现 当这个东西能够以零成本生产的时候 其实还不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概念 其实不是 比如说现在你在这个Windows上面去弄的时候 你并不是因为觉得好 全世界到处地面上都是Windows光盘 所以你随便捡一个回家就行 或者是觉得Windows像空气一样充斥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买 是什么 是因为你想要的时候 那个网站上就可以给你一个拷贝 实际上是什么 是叫做你想要的时候 它就随需而生产 实际上本质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今天理解这个编辑成本为零情 为数字化生产 它还不是一个极大丰富的概念 它是一个消费能够直接 在消费化界进行生产的概念 接下来问题就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编辑成本是零 就是编辑成本是零 带来经济的很多公式的问题 其实这个叫尤瑟夫的人 他就得了一个推论 他说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 一个产品的价格等于它的编辑成本 就是如果这个市场充分竞争的话 你发现那个卖东西的价格 其实就跟成本无限接近的 也就意味着什么 也就意味着 如果这个世界 它真正进入了编辑成本为零时代 那么就一切产品都会变成不要钱 因为卖出去为零嘛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解读出来 互联网里面我们现在今天喊了很多 什么免费 说看新闻免费 这一系列免费 其实它首先有一个经济学的前提 就是说在一个成本为零的时代 实际上这个卖的价格就应该是零 理论上讲按传统经济学它就应该是零 所以它是有一个理论基础 而不是一个促销方案 但是免费真的会一直有效吗 所以这个问题也需要探讨 大家认为谷歌战胜了Macrosoft 这个过程一般人都认为 是因为谷歌采取了免费的策略 微软呢 因为它所有东西都是要钱的 它卖操作系统要钱 卖办公软件要钱 它卖那个方案还要钱 卖授权还要钱 对吧 什么东西都要钱 但谷歌基本上都可以免费用 但谷歌怎么挣钱呢 谷歌说 比如说它开个邮件 Gmail给你用 用了之后它有广告 PPE广告 它说广告可以挣钱 那么广告可以挣钱 是一条路子 但问题是广告可以挣钱 你看现在我们很多人写文章 说上面都可以带广告 真正拿到可见的钱的人 有几个呢 也就是你拿钱了 但一个人拿五块 还不够买一根冰果的 那你说拿钱来跟没拿钱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你会发现 免费的第一波 确实带动了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从邮件 操作系统到新来微软 把office也免费出来 也就是说确实带动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但是免费是不是真的有效 比如现在我们做一个设想 假如从明天早上开始 全北京的老板都大发自卑 说吃吧 每个人来吃都不用钱了 你想一想 今天晚上大家还会在这里时间撑吗 也不会了 对吧 所以你看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免费这件事情的力量 远远不像我们开始想象的那样 欲望源于稀缺的恐惧 其实所有这一切源于稀缺 就是说免费的第一波浪潮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在稀缺状态 如果真正这个状态不稀缺的时候 你看见一切的免费策略就会失效 那么弊端也来了 国内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个就是杀毒 杀毒自从免费之后 其实带来什么 带来电脑上的各种各样的垃圾软件的泛滥 因为每个人觉得这种 这都不要钱 但是杀毒软件又是需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下了杀毒软件的时候 你是以牺牲什么为代价的 牺牲你很多推广为代价的 但杀毒软件跟其他的软件非常不一样 因为杀毒软件本身就是一个安全性很高的东西 当它成为一个推销手的时候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家的管家变成你家的推销员一样可怕 所以这个行业国内的杀毒其实带来的后患是非常无穷的 第二个是游戏 其实在国外很少有免费的游戏 但免费玩的是有 你比如像前一阵子那个钢铁侠 对吧 在中国就是免费的 在国外其实是收费的 为什么在中国免费 因为中国的大佬们都爱这么玩 但是玩的结果是什么 你发现游戏没意思了 因为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富人的游戏 谁有钱谁玩得嗨 你没钱的屌丝在那你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因为你没有装备 你就只能等着被人打 所以你会发现 在免费的情况下 就是说在大佬们呼喊着免费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屌丝结层是真正的受害者 他获得不了一个平等的消费环境 那么在稀缺性日益消失的时候 到底怎么样找回来这个商业的秩序呢 首先就是叫做消费创造价值 首先我们要提一个概念叫生产价值 什么叫生产价值 比如说我现在手上这个笔 这个笔它是有个价格的 但是这个价格是以什么为基础 是说它要折合生产这个笔的时候 到底有多少人的劳动能折合进去 这是我们高中在政治经济学里面讲的 对吧 这叫生产价值 然后就是说 你只要能折合人的劳动力进去 那它就有这个生产价值 但实际上现在是这样 如果是这个笔卖给我了 你发现它的生产价值是可以兑现的 因为我要花钱购买 如果说现在生产这个笔是一个 供过于求的状态 它就会有一批这个笔 根本就卖不出去 那你认为你认为卖不出去这个笔 它到底值多少钱 如果按照现行的经济学观念 就是卖不出去的一个笔 也要值同样的钱 对吧 它折合的人类劳动就是那么多 但事实上我们肯定不会认为 那个东西要挣钱 要钱的 因为当你不要的时候 你贴钱你扛的你都不要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实际上在一个富足的时代 需要转到另外一个计算价值的方法 叫消费价值 那怎么算 就是说这个笔到底值多少钱 其实它值多少钱不重要 要看什么 它投入多少劳动不重要 大家看我用它用了多久 如果这个东西我用一年的话 我觉得我给它付100块钱 如果用了两年 我觉得我给它付200块钱 是可以的 如果它一直保持好 所以你会发现 像苹果卖它的那个电脑 卖它的手机的时候 它有一个叫保修期 保修期之内 它实际上跟你直接换一台机器 对吧 说是说保修 但在更多的时候 跟你换一台机器 你会觉得 是不是赚便宜了 一台机器四五千 换一台又是四五千 你不能这么去算 因为你购买的什么 是使用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 利用消费价值 来计算这个价值的时候 会更可靠 那么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面 它们是基本上平衡的 因为很少有生产出来的东西 没有被消费 就生产出来的东西 最后顶多是降了价 基本上都能消费出去 就是这个时间点在什么 是1929年 1929年大萧条之前 那么所有的经济危机来的时候 国家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对流通领域的价格 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经济很快就会正常 所以在1929年 人都信奉什么 叫做自由经济 就认为自由经济就是最好的 但1929年之后 这个形式变了 变成什么意思呢 就是变成叫做某个行业会出现过剩的状态 比如说生产鞋子的人 它鞋子的量已经超过本地区所有穿鞋的人的量 这个时候你发现光调整价格是没有用的 因为有些鞋子卖不出去 它不是流通出了问题 它是因为真没有人要了 那真没有人要的时候 光降价是不行的 你要花钱去处理才行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种情况后来凯恩斯出来 凯恩斯说 由于只是个别行业发生这种过剩 所以呢 我会对不同的行业做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 我说把做鞋子的人好吧 你们不做鞋了 做衣服做上衣去吧 或者干脆去生产馒头去吧 那按照这么一调整之后 经济就会重新恢复 所以1929年之后 由于部分行业的过剩 带来的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2008年是第二个拐点 2008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全行业过剩时代的到来 意味着你必须由原来的生产价值 完全要转向消费价值 这个上面作为驱动力 因为生产的未必能被消费 所以你以生产的方式去计算价值 它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在稀缺经济学里面 它的一个假设叫经济人假设 那在负责经济里面是什么假设呢 叫孤独人假设 我延伸一下 人首先是这样 有一个存在的一个定律 叫什么 叫做基因的自私性 基因的自私性说什么呢 说人作为一种生物 它是自私的 它怎么一个自私法呢 说这个基因 它总要把自己传播的最广 所以你发现生物界 无论是植物是动物 总要争夺空间 要把自己的后代放得最多 你发现人 人长到这个男的乱搞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 这个男人是光荣的 对吧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从内心觉得 哎呀 是这个人做得真不错 我们去抢了别人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觉得做这个事做得有多光彩 这就很奇怪了 生物界的最普世的规律 为什么人不去认同呢 人还有长不假样 还有个道德来否定这些东西呢 是因为什么 人还有第二个自私性 叫做意识的自私性 就是说所有具有意识和思考的生物 它还有一种自私的规律 什么呢 就是说它希望自己的思想 能够传播的最广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同伴 我们需要不停地跟别人说话 找到我们的存在感 这个存在感是存在的一种更高级形式 如果大家有幸到那个山里头 就没有灯的那个山里头 如果碰巧这一天又不是有月亮的话 你会发现一种感觉 就在那个山里头啊 你就特别孤独 因为什么 你把手伸出去 就好像没有手一样 因为你看不着自己的手 就是说本来是非常空旷的一个空间 你就会觉得特别压抑 为什么 因为你找不到世界对你的反馈 如果世界没有对你的反馈 实际上你作为一个意识生物 它是找不到存在的 所以存在感是这个物质丰富之后 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它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孤独人假设 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那互联网以后的产品 其实解决的本质是解决人的孤独问题 那么解决孤独问题 它不是说要你拿一个东西 比如说现在我们假定这么一个 说现在老板跟你分配一个工作 说让你写一篇新闻稿 你就这么想的 这篇新闻稿如果平时写两个小时 你想哎呀 谷歌上有没有现成的 搜一下 如果一分钟搞定 那就开心了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工作这种事 你希望是以越短的时间做就行了 现在呢是这样 到了晚上 今天晚上我安排个美女 陪你一起吃晚餐 吃晚餐一般也要两个小时 会不会有男生说 哎呀我得快一点 一分钟吃完 没有人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你享受的是这个时间 所以当整个这个孤独人假设到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产品 不再是生产一个食物产品 而是帮助每一个人 如何度过他每一分钟 所以帮助每一个人度过他的每一分钟 叫做什么 叫做消费创造价值 其实微软很悲催 因为什么 微软在2001年的时候 推出了这个叫Windows XP的产品 GXP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Experience 体验 也就是说 微软实际上在IT里面 十几年前已经提出体验经济的概念 其实比尔盖茨很早就意识到 应该围绕人的体验 围绕消费经济来走的 只是很可惜 微软由于它既定的价值链的影响 它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 就一直到今天 这个XP已经停止服务的时候 微软的XP时代还没有到来